是 我们的这个学校护理的精神科的护理学 那老师这边呢 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我们的牧师 第一个呢 会跟大家分享就是精神科的疾病 成因跟症状 那第二个呢 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治疗性的人际关系 因为沟通的技巧呢 也是很重要的 在考题部分呢 曾经有出过两三题 那再来的话 就是因为如果说是考国小的 这个校护的同学 就要注意一下 我们可能会考的就是 儿童精神科的精神症状的评估 这一块呢也会考 因为呢 现在的小朋友的这个问题也蛮多的 比如说儿童的这个过动儿啊 等等的 或者是致病症的儿童的部分的一些 精神科的一些症状呢 我们也会在这个地方带过 好 再了解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像亚斯伯格也是 也是在这个情绪上的障碍的部分 我们也会在第三章跟大家分享 那再来的话就是 成人疾患 成人疾患呢 我是给你分了大概四个章节 那成人疾患当中呢 最常见的就是思考型的障碍 那思考型的障碍呢 就是我们不外乎 我们之前的精神分裂症 现在成为什么 已经更名了 叫做失觉思调症 那今天也会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们有两堂课 是跟精神科有关的 那在第二个章节 讲的是情感的障碍 就是不外乎造症跟忧郁症 造症跟忧郁症 好 那第三节 我们会讲到的是 精神观能症 那精神观能症 讲到的就是跟心理的问题有关 心理的问题呢 我们就是用心理治疗 那今天我们会带过 就是精神观能症 我们如何去在这一块 做一个服务跟治疗 那精神观能症 讲的是心理上的问题 比如说强迫症 好 比如说PTSD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那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比较特别是 它在发生事件一个月后 我们才能说是 trauma的创伤后 那如果在这个事件呢 是在一个月前的话 还在这个理念当中 我们就把它称为 Acute的什么 ASD Stress Disorder 叫ASD 这个是在讲 就是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那还有就是GAD 焦虑性疾患的 也是在这个章节 在精神观能症 心理的部分 那第四章会讲到 是物质滥用 物质滥用 我们会讲到的是 这个酒饮跟毒饮 那同学一定会问老师了 那烟影的部分呢 烟影的部分呢 可能就在另外一个章节 就是公共卫生的部分 还会跟大家提到 所以这样子加起来 就知道了 OK 好 那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第五章讲到 是急诊 这个护理 那急诊或急诊护理呢 各位同学 什么样情况 我们会到急诊室 很危急的嘛 那很危急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所谓的智商 对自己的叫伤害 叫自我伤害 智商或者是自杀 那对别人的呢 就是什么 就所谓的暴力事件 所以在这个第五章讲解呢 我们可以讲到的 就是急诊护理的部分 大家了解吗 这个是我们的牧师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就来讲 好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的课本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精神科的疾病跟症状 来 好 来同学 你们就翻译一下 等你们 好 这个章节呢 讲到就是说 其实它就是有临床的 你一定要先知道说 临床的症状 好 临床的症状 好 那其实呢 在这个地方呢 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精神科的病因 好 这让你们看 好 这是内身 就是内外身心 其他 好 这让你们看 这个还不是很重要 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 学者我们将精神病 分成三大类 那第一大类呢 就是潜在 第二大类叫做触发 第三大类叫做续存 那可能要跟同学分享 就是说什么叫潜在 潜在的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有很多的疾病 是在内身 在我们自己的体内的 比如说是遗传 比如说是基因 比如说呢 是儿童的什么 一个生长发展史 所以来 各位同学 我们来写一下 好 来 基因遗传写一 人格写二 第三个呢 婴幼儿诊断 请你帮我 婴幼儿的生理心理因素 在婴幼儿的生理心理因素当中呢 帮我补充三个 这叫做家族死 家族死 OK 好 所以如果呢 考试的时候呢 考基因 遗传 人格 家族死 请问这是属于潜在 触发 序存的哪一项呢 对 就是所谓的潜在 所以呢 来 我们再继续要再复习一下 来 基因遗传写一 人格写二 再来 婴幼儿的生理心理因素呢 帮我写 发展史 好 就是他的这个 家族史 家族死 家族死 那这个三种这三种呢 都会造成我们的潜在因素 这样的问题 好来 第二个呢 叫触发 所谓的触发 就是一个世界所造成出来的诱因 比如说当兵的时候呢 你给他怎么样 当兵的时候 兵兵 失恋 那这个都是属于比较富项的 那我刚刚跟同学分享 就是说 在触发的时候呢 也有正向的 比如说升官 升官会不会有压力 升学会不会有压力 有 所以触发呢 都是一个压力四件 好 来 我们看第一行 压力四件 请你帮我画起来 然后帮我写六个月以下的压力源 六个月以下的压力源 也就是构成触发因素的主要原因 好 所以我们说 十八个月 十八周 好 十八周 好 十八周 他没有被升官 而导致说 他觉得 每一个人都在说他坏话 这个是什么世界 这个就是所谓的触发世界 因为在我们刚刚有讲到 是几个月啊 六个月以下的压力源 这样可以吗 嗯 好 那我们再讲到 最第三个就是所谓的续存 那续存 他这边有讲到的是 延长的因素 所谓的延长因素就是说 呃 我们现在分成两种人 好 那一个是非常服药规则性的 另外一种就是怎么样 他有吃就吃 没有忘了他就不吃了 那我来问你们 你觉得这两种人 哪一种人 他的这个 呃 他的病存发展会比较好 当然是规则吃药 所以我们说服药的遵从性 服药的遵从性 就跟续存有关系 来 所以同学 我们来写一下 来续存因素 请你帮我写 服药的遵从性 这样了解吗 嗯 好 所以你会发现 在生理心理 社会这个当中 它每一个项圈 都会互相影响 这样了解我意思 这样可以 那其实呢 在精神科呢 它并不难 那就是最重要 就是要先把你的地基 先搞清楚 说原来精神科 在做些什么事情 那精神科呢 呃 这些会有遗传 说实在的 很多同学呢 他还没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 老师那最最常见的遗传 是什么 在这边跟同学分享 我们因为课程 才刚开始 先跟大家分享 其实如果你在校园当中 你是护理师 第一个你要去想到的是 其实精神疾病呢 有没有遗传 有 最近呢 呃 老师的这个 呃 我们有个案 就是 家庭的因素 所造成小孩子的问题 也就是爸爸妈妈 他的支持度 非常的低 那很多的都是 原生家庭是来自于 单亲家庭 那我们这个个案呢 是爸爸 他带着两个孩子 那这个孩子呢 大的儿子呢 是读三年级 那老二呢 是读国中二年级 差一岁 那你就会发现 国中二年级 这个小孩子呢 他一直以来 就有被幻听的 这个干扰 声音的干扰 甚至他会觉得 比如讯 觉得别人要害他 被害的妄想 但是你要想想看 这个家庭的支持度 有没有 父亲有没有重视这件事情 而带他去就医 其实很多的精神科 往往就是没有就医 他们是就医在哪里 庙与宗教 所以他们就认为说 他的灵体呢 是比较特殊的 被人家附身的等等的 而错过了 这样的就医时程 那现在那个 我们的学生呢 后来是因为 他这个问题 越来越严重 因为都没有吃药嘛 对不对 后来最后呢 就是在 因为他哥哥的一次 因为放了寒假之后呢 哥哥一次就跟他讲说 叫他去做早餐 整个情感呢 整个情绪呢 就大爆发 大爆炸 就拿起了刀子 刀子防卫 他觉得有人要害他嘛 其实很多精神科 就会这样子 会觉得说有人要害他 所以他们都会拿一些 力气啦 比如说像刀啦 菜刀啦 来防卫 那所以最后呢 他也伤害到别人 那再来这边 要跟同学分享 就是说只要构成 只要构成 自我伤害或他人 伤害别人 自我伤害自己或他人 再讲一次 伤害自己或他人 我们就构成什么 构成强制就医 在这个课本里面呢 老师可能 因为这个章节太多了 我只是把它挑一些重点 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强制就医 你自己写 在课本 因为我会 颁面补充一些重点 你自己补充在一些 比较空白的地方 你要自己写一下 强制就医就两个 第一个是什么 自我伤害 第二个 伤害他人 所以如果我今天 在楼下唱歌 我唱得很大声 我有没有构成 强制就医